欢迎去鎖定1400说新闻 我是黄斐云 新闻首先来关心居家检疫期间 竟然外出去啪啪噪 国内疫情缓解 却有一名华航的零线妇技师 爆出了在五天居家检疫期间 三度违规外出 而且四次带朋友回家群聚 这妇技师明明已经有未婚妻了 却还是带长容空姐回家过夜 监视器拍下 背心男子先进电梯 后头跟着一名女子 两人身体有接触 虽然没互动 但彼此应该认识 男子是一名零姓华航副机师 被指控违反防疫规定 还多次带非同住朋友回家 被爆料明明有未婚妻 却还带女性友人回家过夜 爆料者提供监视画面 第一次是8月18晚间 记录下副机师 戴口罩压舌帽从外头返家 但其实这时候 还是居家检疫期间 这名副机师 8月15直飞法兰克福到台北 8月16入境返台 她因为打第二剂疫苗 还没满两周 因此要五天居家检疫 加九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但从8月17到21号 违反防疫规定 复机师应该居检 但8月19又从社区外头回家 而且带着另一名男性友人 两人进入大厅后 一起搭电梯上楼 根据了解 灵性复机师在华航工作约五到六年 还有未婚妻 同事之前两人订婚 有公开宴客 被华航复机师带回家过夜的女性友人 被爆料是长荣空服员 爆料者痛批 复机师劈腿又不顾防疫 让她看不下去 爆料者主动向民航局投诉 附上社区大楼的磁扣进出记录 以及监视器画面佐证 复机师在五天拘检其违规 一共外出三次 四次朋友来访 其中一次还留宿过夜 台湾才刚经历Delta变异株威胁 疫情稍稍缓解 现在又爆出有航空机组员 不遵守防疫规定 恐怕再成为疫情破口 TVA新闻最后报道 华航这名副机师 在居家检疫期间 竟然违规外出 还跟长荣的空姐私下约会 那么对此 华航也证实 他违规的市政明确 将会无限期停飞 华航机师明明在居家检疫期间 却到处趴趴走 还背着未婚妻带一名空姐 回家偷勤 华航表示公司已经完成调查 该机师外出违规市政明确 将依照员工讲诚规定 从众益处 按照规章既过处分 以及停飞 无限期取消其空勤资格 严惩不待 其实我们有看到 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报导 那如果说确认属性子的话 那正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认为说 对于这样子 就是说轻忽 这个防疫政策的 这样一些组员 其实该惩处的 那就依照相关的规定 去做惩处 民航局针对事件着手调查 并请辖区警方 协助调阅社区 以及路口的监视画面 明明他17到21号 都要在家居检 却四处趴趴走 不过即使却被拍下 居家检疫期间外出 约会对象 还是一名 长荣空姐 我们还是一样 要再次准分 就是说所有的基础员 重新的来护理 无比大家还是要确实的 遵守这样的防疫政策 然后守护好台湾这样的 长荣则表示 九月份已经对空姐 进行PCR检测 都是阴性反应 空姐表示 跟机师有人见面时 不知道是居家检疫期间 公司将会进一步调查了解 如有违反规定 绝不宽带 国境大门成为染疫破口 过往因为长荣 及时违规聚餐 导致群聚感染事件 多次犯刑 履券履罚 不踢民众难以忍受 TVBS新闻 小明镇宏廷台北仓报导 好 今天又有一批 红海台积电跟慈寄 采购捐赠的 55万剂的客制化 BNT疫苗 预计在10天左右 就会完成封建了 马上来看 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我们各位美女朋友们 大家午安 谢谢大家参加 我们今天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那我们今天记者会 还是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 那我们的副指挥官 也在会场上 此外出席的 还有我们社区防治者的 中央奖副主帐 医疗应变族的 罗伊俊副主帐 以及我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先请指挥官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目前疫情的一个状况 好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午安 那我们今天 先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确定病例 今天没有 没有本土病例 那境外移入有7例 那也没有死亡的个案 那境外移入的个案是四男三女 那 从英里 美国 丹麦 菲律宾 斯瓦地尼 有2例 那柬埔塞 入境 入境的时间是9月8号 到9月28号 那都有3日内的 检验新的报告 然后第二个呢 报告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们非常高兴 由台积电 红海 永龄 那 此际 三间企业和民间的民间团体所捐赠的第三批 BNT疫苗54万剂 那于9月30日上午抵达 那这54万剂 我们今天看来到了 我们就马上要做风险检验的作业 那 校期 本期的校期是到2月8日 那 红海本身有的说 这两天还会有疫苗再来 那也就 希望能够顺利 然后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我们有65.6万剂的AZ的疫苗 到下午 那应该是已经起运了 那总共这个AZ的疫苗 我们订了1000万剂 这双边购买的 那目前是到货到了502万剂 那这次的校期是到2022的1月31日 那刚刚那个 刚刚BNT疫苗的校期是到2022的2月8号 那都这个时间都很充裕 那还有这两天大概说 要打 高端疫苗 除了我们这个预约的以外 那其实我们就持续的还是开放着 要打的人都可以到医疗机构去打 那在这里面有些地方的诊所有开放 那至少在玻璃医院 所有的玻璃医院都有开放可以打 因为都可以打 所以就 20岁以上的 那都可以来打高端的疫苗 那今天的疫苗的施打的情况 昨天我们打了算是比较多 打32万剂 那现在的覆盖率 人口的覆盖率是55.71% 那即时人口比是65.84% 那因为相关的也蛮关心 就是说这一批的疫苗 这是依照我们在合约里面的 要求的相关的疫苗 这是它的整个瓶子的情况 这是它整批进来的 它的一个外包装 这是它那个里面的盒子 盒子的 那因为也让大家看看 这是我们就是跟上一批的 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是 基本上是我们在等于是 在契约里面的 我们希望的一个 这是我的右手边 是在合约里面的样子 那这是实际的 我们拍摄下来的样子 那这是相符合的 那等下媒体有兴趣 我们会给大家 那相片这个也大放 好 那如果有先报告到这里 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来 指挥官好 中视新闻提问 想请问最近会不会有莫德纳到货 那另外想请问 BNT还有AZ还有莫德纳 这三款疫苗 接下来的施打规划是什么 那第二个问题想请问 指挥官你在上午的时候有说 我们不会在疫苗覆盖率达到六成 马上就降级 那可不可以请问 如果要降级的话需要达到几成的覆盖率 谢谢 对就说 一个是疫苗的覆盖率 我们大概就到了六成之后 那一些比较难开放的 开始思考来做一些开放 那至于降级 那我们希望的覆盖率要能够更高 我讲的意思是这样子 然后在施打的 在施打莫德纳 莫德纳应该也有机会 应该有机会会来 那到的时候再跟大家做报告 那至于施打 JP施打计划 那是请那个 中复跟大家讲一下 有关BNT的部分 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些还在陆续的抵达了 那我们针对这个施打的部分 就是在可能大概是针对第九类的部分 我们就会都会提供 还有目前大概是12岁 12岁到22岁的民众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49岁以上 这个部分我们还在估计 因为我们还在跟 就是有关校园接种的这一块 它的影响我们先前估计会有30万 但到今天我们估计大概影响就16万 16万的学生左右 所以应该这49岁以上的这个年纪 还会再往下放 所以在这个 这个部分还会再做一些评估 那至于他的可能的施打的时间 时间部分在10月13号到10月20号左右 那后续我们比较确定会再跟各位说明 部长您好 民事两个问题请教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BNT的到货 所以现在第10轮是确定可以打BNT了吗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请问 高端最新的胜余量 还有部长上午有受访说 获得高端获得国际认证的可能性高 那民众想问问看有什么样具体的证据 那是不是有现在有这个民众可以出国 打高端的民众可以出国的时间表 谢谢 第一个当然就是受访谈的时候 他们认为就是说对于高端未来的一个展望 那我们从这个国际在所谓的免疫桥接上面 一些国际的一些组织所定出来的方法 跟我们在做EUA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规模 或是用综合抗体 或用不劣性或优余 这样的一个方式 都跟我们的EUA的方式都非常的相像 那在国外 他们有一些相关的临床试验在进行 如果一切顺利 那当然将来获得国际认证的可能性就高 那我们抱以高度的期待 然后第二个刚才讲BNT 我们再过来还是以为是在打第一剂 以BNT为主 所以现在第十期是确定会有BNT吗 第十一期才是BNT 第十期是A率跟高端 然后高端的剩余量谢谢 高端的剩余量 我们大概只能知道高端 我们现在在风签检验了170万剂左右 那现在所使用掉的 大概第一剂用了72万4千多 第二剂用了3千 那将近4万 所以大概是用了76万多 所以手楼上我们还有将近100万 我们有超过100万 主管官好TVBS提问 想要请教华航副机师 居检违规的这个案子 现在是华航他们已经有做的陈储 那指挙中心这边跟民航局 有没有任何的一个益处 那另外这个副机师 他是5天居检 然后照民航局的规定 他应该要在防御旅馆或公司宿舍 他是不是回家了 这方面又相关的掌握吗 谢谢 这个现在目前来讲 本身已经对相关违规的人员 做出惩处 那当然这个民航局这边 也会再来检视 皇上在管理上是否有不当之处 或者没有完全 那目前民航局 他每月都有定期提报 就是有关机组员违规的一个情况 那最近两个月 8月9月 那机组员违规的案件有三件 其中有两件 为居家检疫的期间外出 另外一件为加强版的制度健康管理 的违反规定 那我们还是请民航局加强 督导各航空公司 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 想要询问就是 这名副机师 他是不是有违反 居家检疫处所的规定 他是在这五天回家了吗 就是对于他的规定 谢谢 因为这位机师 8月份的那个时候 是可以 那个时候机组员 还不需要 到防御旅馆 那时候是可以返家 居家检疫 但是他还是在居家检疫的期间 违规外出 那就这一块 民航局会去把它调查清楚 谢谢部长 这份两个问题想要请教 第一题是 刚有提到说 如果是要降级的话 覆盖率希望更高 那我们有预设说 几成的门槛吗 比如说第二季 达到几成 会更有希望降级 第二题是想要请问 恩淑公医院施打BNT疫苗 原意现在有多出一对母子 出现心脏不适的状况 想问一下后续 我们会怎么协助家属处理 那目前搜集国外相关误打的情况 搜集的怎么样了 那国内BNT的打气 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吗 谢谢 基本上这是一个 等于是在一个行政上面的一个输失 所以基本上大概看起来 对于BNT的打气并没有影响 那在国外的行政 却这种超打的部分 也没有传出一些特别不好的一个结果 那至于说刚刚说有个案 是不是请我们这边也有没有掌握 多两名个案住院 心脏不适 那两位是一对母子 那他们昨天陆续有一些 这个表示说有心脏不适 或呼吸喘了一个症状 那也都有就医 那目前回报是 目前状况都还算稳定 那当然医院这边也会就这个部分 继续的协助 那住院当中 预防性住院当中的民众 也有几位已经陆续出院 这个还是要做一些滚动式的检讨 我们也讲过就是说 从最早以前 大家认为说有一定的比例 就能到达一个社会的群体免疫 那现在看起来这样的一个机会 相当的低 但它确实对于防止重症 跟死亡相当有效 所以我们衡量各样的变数 跟社会的管制的措施 跟大家的一个遵从率 然后来选择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准备 因为施打的覆盖率 都还没有到那么高 请教一下说 因为这边有看到新闻稿上面写说 有意提升就是第一剂高端 或者需要接种第二剂高端疫苗的民众 那可以直接到就是 所属的医院的门诊去预约 那这样子这些民众 还有需要透过平台上面来做预约吗 是不是可以解释说 以后如果想要打高端疫苗 我们就直接到医院的门诊去预约就好 不需要再透过这个平台了 谢谢 对那透过平台 就直接有一个平台让你预约 那刚才我讲过不立医院 你也可以直接去打 那至于其他有医疗院所也有开 那你可能就在一间一间去问 所以上平台应该是比较方便的 好 那 好 来请 中市新闻提问 想请问 因为目前那个我们本土的案件比较少 如果高铁有提出要放宽 自由做的规定 指挥中心会允许吗 另外一个问题是 恩主公他们现在25个人当中 有多少个人在住院总共 那他们的状况怎么样 我最后掌握是新移民 那罗富你们掌握 你有的就讲 十多位 不过详细出之我想应该是新北市政府 这边会第一线掌握 我们要报告一下到目前为止是十一位 那另外刚刚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对我想如果交通部如果提出来 我们在在我们的那个社区防疫组 来做一个评估 那如果随着这疫苗施打的多 跟国内的案件数持续的降低 我们这个月大概 每天本土案例不到 平均不到两人 所以开放的可能性是蛮高 不要看看它的需要性 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 那谢谢 国内间有家里没有新增本土确诊 也没有死亡个案境外移入有期例 那么随着AZBNT疫苗 陆续到货国内的覆盖率 目前已经达到55.7% 真的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 民进党要怎么提名 现在掀起了茶壶内风暴 传说在全代会工作小组上 秘书长林锡耀说 总统的意思是 希望六都市长人选由他负责来征召提名 这让坚持先初选的正国会反击 也暗指林锡耀是拿着鸡毛当领件 最近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假讯息 和政治攻击包装在一起 要党内团结起来对抗假消息 不过就在总统喊话时 党内财针对2022 怎么提名不同调 29号民进党全代会工作小组开会 传出汇州秘书长林锡耀说 党主席蔡英文 希望六都市长人选由他负责协调 征召提名 结果正国会系统的中常委 当场反击 说总统如果真有讲 那就请总统公开说 林锡耀说的不算 主席一定是会以战略的考量 可是他也一定会是找大家来讨论沟通 这难道是暗指林锡耀拿着鸡毛当令件 也被联想和2022布局有关 暗网力党内会初选 不过在2018年选举用的是现任优先 另外增加条例 但那只是针对该次选举 而正国会主张党内现在应该初选 被指冲着台南而来 因为同样正国会的陈亭飞 呼声也不小 真的是想太多 不是全面初选的问题 而是说现在没有特别条例 只是若是真的要由总统主导 以现在情势来看 六都中台南高雄绿营算是选情稳定 但双北桃源恐怕都不见得能胜出 万一真的选情不如想象 总统会不会提前跛脚 决策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 所以包含我 我们也有责任 我认为也不会有 蔡总统又会不会跛脚的问题 绿营内的茶壶风暴 似乎才要上演 TVB宣化少评里做恒台北报道 而在来一方面呢 刚选上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 他说上任之后呢 会全力以赴 帮助台中海线的民众 罢免掉不关心在地事务的陈柏维 同时他也点名说 接下来就是要罢免台北市立委 林创作 朱立伦一下车就跟云林县长张立善热情握手问候 国民党党主席选战完 他导云林党部感谢党员 因为他在云林地区大获全胜 其他三位候选人得票数 加肿起来还没有朱立伦来得高 朱立伦以张立善有说有笑一起宣布 国民党接下来在2024等大选将会全力以赴 要大家团结一心 而对于胜不到一个月的陈柏维罢免案 他这样说 朱立伦说10月23号 罢免陈柏维不只是台中海线朋友的事情 而是希望全党一起共同支持 把不关心在地事务的立委剔除掉 另外也点名接下来注视立委林长作 他成案之后 当然我们会全力的支持 作为台湾最大的反对党 是不是说应该继续高举 这一年多来的这一种路线 我觉得国民党应该可以思考一下 林长作也回应国民党在地方四处推动罢免 这些行为是否对台湾有意 提醒朱立伦要更理性 并且无时的来思考 不过朱立伦还是决定提前上任 将地站瞄准10月23号 陈柏维罢免案 要展现新任党主席领导的魄力 TPBS新闻蔡松林将军 廖凡一总和报道 基金党立委陈柏维日前 用台语来质询 国防部长邱国正引发了争议 今天又捧上了 不会讲台语的退辅会主委冯士宽 他可能是担心又引发了争议 所以这一次是改用国语来质询 而且要冯士宽帮忙背书 说两个人一向讲国语也能通 我们前面一年半的沟通 其实大部分也都是用中文 是的 这个实在是 我也没有拜托你学台语 我觉得委员对我非常好 一上台就要冯士宽帮忙背书 国语骂爱通 难道是因为前两天 跟国防部长邱国正的 唇枪舌战被网友骂 让以台语质询为主的陈柏维 改变了 说自己才不会逼人家说台语 但冯士宽就怕被抽烤 先强调自己最近都忙着在学 跟冯民沟通的方言 小小的一杯酒 满满的心意 小小的一杯酒 小小的一杯酒满满的心意 满满的心意 像广东人就讲 哎呦 美好牛啊 我爱你啊 小说两句要证明自己说的不是gay 但陈柏维恐怕也没心思听 因为再过不到一个月 罢免投票就要来了 你眼睛红红的 真的是行程不少 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就公布 陈柏维在地方急拆罢免炸弹的影片 我反对高利用苗的原因 是因为他说要国际认证的疫苗 但是不说是做一个国际啊 大算陈柏维妈祖庙前骗神明 还想一个大35个 随着影片曝光加上国会的转变 不难看得出来 3Q立委面对3Q压力不效 TVB的新闻 陈柏维的流利雄伟家席 SNG小组台北赛访报导 双十国庆预演 从凌晨开始一直到清晨 有多达47架次的军机 陆续飞过了总统府的上方 不少一早通勤的民众 看到都惊呼画面好壮观 一早就在松机整装待发 原调就很壮观 这回国庆机队批次扩大 共有47架12型战机会飞越台北上空 慢速机包括S拐动C 海豚 阿帕器 眼睛蛇 黑鹰 还有C13栋运输机 连少见的空军行政专机 B1900都出现 我国三型主力战机 大雁队形接连通过 画面非常壮观 压轴的雷虎AT3 蓝 白 红 国旗色彩烟 掠过总统府上方 不只一早就很精彩 其实从凌晨到清晨 整个台北市均位十足 今天国庆国军展演了 144辆各行轮车 包括首次参与双十的 陆射舰2飞弹 最大色程可达45公里 将成为陆军的防空主力 不只舰2 熊2 熊3 雷霆2000都大放送 上百辆军车经过总统府前 其中更难得一见的 雷达频谱征收车 还有诱标雷达车 是我方让敌军 打不准的秘密武器 蔡总统第二任期 聚焦国防自主 这回国庆各种飞弹武器 肌肉秀好秀满 似乎也想证明 这军事预算没白花 TV的新闻 这么报道 桃园有一名骑士呢 昨天骑在中立的时候呢 突然遇到了隔壁路段的骑士 不断的靠近 因为对方没有打方向灯 他急着按喇叭示警 没有想到对方相当的不满 就逼他停车 甚至拿出甩棍 不断的挥舞恐吓 两名机车骑士 直接就在马路边大吵 原来是29号早上9点多 阳心女子行经中立新生路3段时 一名男骑士想要超车 所以从外线切内线 但没有打方向灯 差点撞上 让他措手不及 赶快按喇叭提醒 结果对方不满 开始一路尾随 批迫他停车 我从外线切进来内线 我没有打方向灯 不行 不行啊 怎样说不行 我前面有车我不能超车 不是你超车可以 可是你要打方向灯 现在法律 现在交通法规就是要打方向灯 好吗 那你就逼什么车吧 男骑士下车理论 称自己被阳性骑士逼车 阳性骑士认为对方不可理喻 明明他骑在前方怎么逼车 并且向他说明 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 男骑士这时 直接从车厢中拿出甩棍 不断的挥舞 本分局已依车号掌握设险人 并课证通知其道案说明 警方呼吁民众 欲有纠纷 因理性处理 分局依会加强 该处周边地区寻守 以维护治安平稳 女骑士担心安危赶紧先道歉 才没有进一步引爆肢体冲突 事后也赶快报警 明明对方错在先 自己还要道歉 觉得超委屈 TVBS新闻林志伟 李嘉燕桃园采访报道 新竹一名男子非法持有枪炮 警方昨天下午 称他开小货车 行进铁道路的时候 上前去拦截 而男子不肯就范 开车逃逸 最后远警是朝他的左前车轮 连开了五枪 将人制服 男子手脚都被上铐 躺在马路上挣扎打滚 但他其实根本没受伤 不过他的小货车 左前车轮已经塌陷 占据了半个车道 远警连忙指挥交通 男子最后被大批远警 押进警车 不凡还有些不稳 需要人掺扶 引起不少用路人侧目 他甚至还在喊 远警会叫他下车 是因为这名学习男子是枪炮犯 早就被警方锁定 29号接近下午4点 他开着小货车 经过新竹铁道路时 远警立刻上前拦截 贺令他赶快下车 但他不就范 甚至还想开车冲撞逃逸 状况紧急 远警马上掏出枪 朝轮胎连轰五枪 才成功将人制服 最后远警合力 先将小货车推到路边 等拖掉车到场处理 也果真在车上搜出违禁品 在嫌疑人的车辆内 共查获改造手枪一把 子弹七颗 全案一枪炮案 移送新竹地点署侦办 嚣张带着手枪趴趴走 而明明过程中 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他却一下打滚 一下喊痛 附近户户 倒是被这连续枪声 吓了一大条 DBC的新闻 陈世明文亚新闻 开放报道 好 竟然有人把马路 当自己的家 新北市树林 有驾驶清晨 发现一名男子 倒在路中间 他担心会出意外 就赶紧把车 开到路中去阻挡 再拿三角锥警示 那么警销到场之后呢 发现这名路倒的男子呢 其实没有酒味 他只是睡觉 睡在马路上 货报救护案件 抵达现场 看见一名男子 倒在路中 听到救护车声音 附近民众全都跑出来 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奇怪了 警察一到 路倒的男子还能对话 而他身上没酒味 原来只是睡着了 把马路当成自己家 路倒地点就在火车站附近 这旁边还有一个早市 男子就这样子倒在路中间 这里的白天车流量不小 一不小心 很可能就会发生车祸 他就在我们那边 他就看到他倒在路中间 然后他就把车子 反正我们车子停那里 因为如果没有放 万一人压缴 他没有注意到 好玩 三十二清晨五点多 新闻是树林 文化街上 路倒的五十八岁成性男子 睡在路中间 热心民众陪老婆 一起到早餐店开店 路过看到这个景象 就怕危险立刻把车 挡在路口 甚至还拿三脚锥警示 等待约十分钟 景象就陆续抵达 因为他都会跟路人乞讨 乞讨到之后 他就买酒 他有跟我要钱 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些男子过去就很常喝醉 睡在路边 不禁民众早已形影为常 不过这回更夸张 没喝酒也照躺 走到哪睡到哪 只顾自己安稳睡觉 却不知道旁人 为他操心帮忙挡道 还让景象货报到场 浪费社会资源 TV新闻产品新宴 新闻市报道 因为疫情的关系 五厅也要转型来渡过难关了 像休闲娱乐场所 10月5号开始会有条件开放 但是五厅还没有解封 在台南有36年历史的老牌 五厅决定要暂时转型 从10月5号开始改为自住式的KTV 至少让其他的70名员工 有一口饭吃 已经关闭四个半月的五厅 五职持续封闭 但包厢要被拿来作为自住式KTV 36年历史的舞厅等不到解封 决定从10月5号开始 暂时转型为KTV 要开放45间包厢 让部分的员工有饭吃 所以要补助其实我们两年加起来才领到一万块而已 然后停了至少半年 那一万块半年够吗 非常困苦啊都是靠接待来生活 都还没领到 都是看得到拿不到的 业者说员工包含小姐少爷 司机打扫人员总共两百多人 有劳保资格者不到一成 业者说改为KTV并不看好 但至少可以让70人恢复工作 用这个知识KTV呢 可能的这个负担会加大 我才刚刚呢 做这个有一个饭人吃 料会比停业料到多少钱 一个月当然水电还有租金 就还有一些固定的开销就要一百多万了 让我们副业才是给我们最大的帮助 老牌五厅的一名五小姐 因为失业没有收入 养不起两个孩子 上个月不幸死亡 连塔位都买不起 不希望再有类似的悲剧重演 业者转型KTV 要让员工有饭吃 但舞池无法开放 五小姐的工作仍然没有着落 只能重心期盼 五厅可以尽速恢复营业 TVBS新闻顾守苍 谈谈报道 好把握今天的好天气 因为从明天开始 水气就会增加了 北部跟东部都很容易一整天下云 其他方面的资讯要请例如告诉我们 好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把握一下 今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因为明天开始就会稍稍有变天的感觉了 明天的话我们台湾附近的环境水气要增加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雨会怎么下 一早开始北部东半部会率先有感 抬头一看我会发现这个云层明显的变厚了 人影刚讲到水气增加的关系 明天北部跟东半部会变成一整天 不定时有降雨的天气形态 这个雨虽然不会一直下 但是断断续续呢会有下雨的状况出现 那尤其是在山区还有宜兰地区 明天呢会比较容易出现局部较大雨室 要特别的当心 那中南部的话 明天降雨呢会集中在中午过后 尤其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大雨出现的可能性 所以换句话说明天我会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把雨具攜带在身上 那不过回到今天天气状况 大家走在外头应该有发现的 高温炎热而且降雨量偏少 我们看到今天下半天还是五后雷震雨 但是呢多半集中在山区 而且以范围来说呢是相当的局部 那这个五后雷震雨在今天傍晚过后 就会明显的消散 所以其他地区有在今天白天都是一个 琴时多云的好天气 可以看到太阳露脸 因此今天的温度感受当然就非常的热了 西半部的高温大概在3435度 东半部的话大概在32度 那至于外岛地区的话 今天的高温也是有来到31到33度 各地都是蛮炎热的 太阳露脸当然要注意的是紫外线 今天各地的紫外线预估也都是过量等级 所以今天大家出门在外 多补充水分还有防晒是两件事非常重要 当然天气很热 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尽量避免海边的活动 因为呢包含像是在基隆碑海岸 还有东半部 横春半岛跟马俗沿海 其实这几天都容易有长浪出现的几率 所以避免海边活动 那至于海上作业的渔民朋友 就一定要小心安全 屏东高树乡的潮商女店员呢 被村子的阳性男子攻击双眼 因为阳性男子的多次暴力事件 都是被轻判 引起村民的不安 他们向午也到屏东县卫生局去澄清 林经理记者宋佩文 大家看到现场的这些村民们是议论纷纷 而其实呢今天还特别来了 不少位之前曾经受过伤害的这些村民 其中一位看到穿白色衣服的 他掀开他自己的裤管 这个呢脚下呢都是因为呢 多年前曾经因为阳性嫌犯呢 和他起了冲突之后 竟然就把他打伤 现在的伤疤呢却还是留在腿上 而当时的判决呢是判了18万 但是呢这个村民说一毛钱都没有来到 如今呢是接连发生的这个伤害事情 又加上呢有超伤女店员呢 因为眼睛遭受到攻击 因此呢现在村民怒吼了 希望呢屏东县政府能够重视这个事情 以上是我们也掌握到在现场的情形 时间换个棚内 台中六十多岁男子开车闯红灯 撞上了混泥土车 中害的大车呢翻不滑行 而且撞上路边两辆轿车 零先给记者罗依馨 好主播接下来这起车祸呢也是害人不浅 就在台中的中青路跟五泉南路口 在今天早上十一点半左右的时候 一兵红性驾驶呢开车赛着女友人 执行的时候闯红灯 结果呢就害这个玉瓣混凝土车呢撞上 碰撞瞬间呢混凝土车呢是整台车翻覆 并且呢往前滑行 甚至呢是直接碾过了这个分隔岛 整辆车呢跑到了慢车道 还波及到路边停放的车辆 总共呢两辆轿车呢受到波及 混凝土车里面的玉瓣砂石呢也全部流了出来 现场呢是一片混乱 处理了快要一个小时哦 才让路面障碍被排除 恢复行车通行 而警方呢针对肇事的驾驶呢 进行酒测 没有喝酒 不过闯红灯的男驾驶还有女乘客 加上呢这个混凝土车的司机呢 都受到轻伤 都被送往医院 只是到底在着急什么呢 竟然抢快闯红灯 还害混凝土车呢撞上翻覆 还颇及到路边两辆无辜的车辆 损失不效 相关的噪音还有赔偿问题呢 警方也要来进一步厘清 以上主播 台东天后宫呢光复之后没有登记 所以被列为现有土地 让妙物的发展受限 而县府跟中央多次协调 在最近完成了土地归还 也成为全球首领 全国首领 手中接下土地所有权壮 台东天后宫主委满满感动 因为这一刻等了好几十年 原来占地1128坪的台东天后宫 早在民国22年就已经建庙 但民国34年光复后 因为没有登记成为天后宫 被列为现有土地 无法拥有土地所有权 庙物发展因此受限 而庙方从民国94年 享用地级清理条例申请归还 却因为没法取得相关证明文件 多次申请都失败 我们后来找到了国有财产赠予寺庙 教堂管理办法 用这一条办法来重新解释 这个土地持续的在使用中 土地问题存在数十年 县府经过多次与中央协调沟通 终于完成土地归还 也成为全国第一起 透过这办法完成土地赠予的案件 我相信这个例子开了以后 会让台湾很多的寺庙 合法的寺庙 希望能够合法地拥有土地 来作为寺庙使用 应该可以各位做一个例子 天后宫可以说是台东县的信仰中心 明年即将迈入建庙130年 还好能在重要时刻前 完成这项历史性工作 新冠肺炎会导致血栓吗 一名确诊男子呢 除了肺部症状 他的右臂疼痛 而且手指发黑 差点截肢 开始有活力 以前没有办法 会痛 那个还没有办法 看着发黑的手指 周先生确实满心的感激 因为他本来已经放弃这整只手 打算要截肢 幸好院方答应一定会救回来 很痛啊 反正要移动都很痛 一摸手一碰到我的手就很痛 我是有问啊 这好像要节肢起来 之所以出现血栓的并发症 竟然不是因为打疫苗 而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70岁的周先生 今年5月确诊 除了喘气之类的肺部症状 右手臂更出现严重血栓 尤其三根手指头出现坏区 这个病毒呢 是非常的狡猾 它可以借由这样的受体呢 经由血管呢 弥漫到各个器官去 跟常见的局部血栓不同 新冠肺炎病毒入侵 导致血管功能失调 所以发的是持续性 全身绒栓 有大出血的风险 周先生经过治疗 还有积极的附健 不只心肺功能提升了四成 右手的握力 更从一公斤进步到12公斤 成长12倍 周先生新冠肺炎 引发血栓 并不是北医院内的唯一个案 除此之外 国际研究显示 新冠患者在康复之后 还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比例 会出现三到六个月的长期症状 长者跟男性 有呼吸困难 认知问题 女性则是容易有头痛 腹部症状 还有焦虑 只要曾经感染过新冠肺炎 想要完全康复痊愈 恐怕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TVB新闻 许昆山张日科台北报道 也有专家忧心 如果同时感染流感 跟新冠肺炎的话 会对人体免疫系统 带来灾难性影响 佳琪待我们了解 随着冬季即将来临 那么在季节交换的时刻 特别容易得到感冒 现在会不会因为 新冠肺炎病毒 都还没有获得完全控制 又加上了流行性病毒 会不会变成两种夹击 反而造成免疫系统的重创呢 我们就先带你来看到 是现在冬天 已经要悄悄的来临了 新冠肺炎病毒 如果真的加上流行性 感冒病毒的话 那可以怎么办 莫德纳公司呢 现在就说他们要来开发 二合一的混合疫苗 同时可以抑制新冠病毒 当然也要来抑制 流行性感冒病毒 那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 如果这两个呢 合在一起到底会有多可怕 它都会来攻击肺部 而且会造成肺炎 呼吸衰竭 甚至导致你的脑啊 心啊 甚至是肌肉 造成发炎的症状 而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美国学者就指出了 完全有可能同时感染两种病毒 所以民众千万千万不要大意了 因为它可能造成免疫系统的 灾难性影响 两个病毒的夹击之下 提升长期后遗症的风险 而且他们的状况呢 其实他们症状都相当的相似 也因此呢 很难分辨到底是感冒了 还是你得到了新冠病毒 一定要靠医院衰减 才能够来找出来 所以提醒民众 还是没事的时候 把口罩戴好 勤洗手跟消毒 才能避免病毒找上门 未来打疫苗 会不会成为常态呢 有医师分析 这取决于三个条件 再请佳琪说明 不少台湾民众都已经接种了 第一剂的新冠疫苗 当然就在等第二剂的完整接种 不过现在在欧美国家 已经在考虑到 是不是要加强第三剂了 现在有学者就认为呢 未来每年打一针 都有可能变成常态 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其实现在变种病毒肆虐 又加上全球一直在发生 突破性的感染 当然各国都不敢大意 那我们就带你看到的是 未来打疫苗 有没有可能成为常态 是不是一年一针 就像流感疫苗一样呢 其实呢 现在这个医师黄轩就说了 有三个条件下 很有可能 以后每年都要来打上一剂疫苗 只要地球还是大流行 这样新冠肺炎 甚至呢 是疫苗分配不均的状况 也就是不是每个人 都有疫苗可以打 还有只要病毒一直在变种 那么就有可能 要发生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每年都要来接种疫苗了 而且现在覆盖率没有办法 已经达到WHO认定的七成以上 所以呢 这三个条件如果不变 一生都得要这样子做循环 而且抗体呢 其实平均6到8个月就失效了 全球如果在短时间 要打好打满也不容易呀 而且病毒的变种进化一直不断 所以即便是突破性感染 大部分都是轻症 所以未来很有可能得跟病毒共存 怎么样出现这样子的疫苗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关心 打完疫苗之后 有一些食物最好不要吃 佳琪告诉我们 虽然台湾的疫苗现在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多的民众 现在在接种疫苗 但是接种完之前跟之后 哪些东西可以吃 哪些东西尽量不要碰 带您特别来注意 我们也看到的是 接种疫苗完之后 其实身体都会产生一些反应 大部分的人都会出现发烧疼痛 像是注射部这边的疼痛 或者是关节痛 肌肉酸痛等等的症状 那都是因为身体启动了 发炎反应都是正常的状况 也因此呢 有些人会透过饮食来 摄取降低这些不适的感觉 但是哪些东西可以吃 哪些东西就尽量不要碰呢 其实呢 在打疫苗的前三天到一个礼拜前 可以摄取 富含维生素ABC的食物 对于这些疫苗的反应 可能可以降低一些 但是哪些东西在打完疫苗后 尽量少碰呢 包含第一个 高糖分的食物 手摇引啦 甜点 蛋糕 这些比较有高糖分的东西 在打完疫苗后 可能得先证实忌口一下了 还有避免吃面粉类的食物 打完疫苗当天 医生还是会比较建议你 可以吃米饭类的食物 避免引发更多的反应 最后就是高温烹煮的食物 还是尽量不要吃 因为越高温 可能会引起的发炎反应会越多 也因此提醒民众 如果在施打疫苗之后 这三样的东西 尽量先不要碰了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